花蓮县政府为了落实共荣市健身承诺 为身心障碍者提供专属的健身体验 特别举办了花蓮县身心障碍者健康体验活动 从10月16号起一年30天 在合作的健身运动会馆 要提供专属身心障碍者重训时段 让身障朋友们在专人指导之下 可以进行适当运动改善肌力和健康 花蓮县府为推动并打造专属花蓮身心障碍者的重训时段 三日下午举办花蓮县身心障碍者健身体验活动记者会 开启落实共荣社会计划的目标 活动首先由健身超暖身揭开序幕 并提供健身器材体验 期盼创造友善且专属身障碍者的健身环境 同时帮助他们克服障碍 所以我们目前有规划在10月16到11月15号 现在我们的地点可能就是我们的机构工厂跟我们Jeky的地点 甚至也还有科尔之 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 这个让大家能够在每天的可能一个时段能够做做一段 当然在健身房的地产 当然他们是以经营为主 他们不是做工业 但是我们希望说他们在在有做生意或赚钱之余 能够播出一天播出一个可能比较冷的时段 能够让我们的身上好朋友能够在这时段能够去做一段 也算做一些小小的功德 利用民间的这个利用民间的设备 让大家都一起健康 这也是一个共能共好 而社会处这一次跟我们的这个体育会还有我们业者 以及我们的资产协会身心障碍者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这个身心障碍者 第一个走出家门晒晒太阳跨越听堂而且更开心 除了我们平常希望鼓励大家可以出外郊游或者是陪利或者是很多的课程以外 希望大家更健康 然而然而我们希望如何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可以运用到专业的器材 所以我这里我就要谢谢我们所有的业者 对于身心障碍的这个健身器材的选配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用心找到适合我们身心障碍者可以用的健身器材 让我们现在不怕走到健身中心 希望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心力 许多健身设施并未针对身障者量身打造 然而重量训练被证明是改善激励不足的有效方法 为了让身障者愿意进入健身房享受运动乐趣 10月16日起为期30天 平日上午10至11点 将分别在花莲肌肉工厂JK Fitness运动工作室 提供身障者重训时段 让身障朋友在专任指导下获得适当运动 改善激励与健康 且慢打造花莲成为安全友善和支持身障朋友的共融式环境 接着长方艳华联士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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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